今天是專輯SK 我們做的DST主題是按我們的文書 其實做DST很簡單 只要有四步驟 1.感受 2.想像 3.實踐 4.分享 而今天我們做的就是分享這件事 我們覺得 所以說 好 我們 unleash 30分 支援 2.撲持 трpe 3.拈甲 4.拈甲 2.拈甲 5.拈甲 5.拈甲 2.拈甲 5.拈甲 3.拈甲 5.拈甲 1.拈甲 4.拈甲 5.拈手 5.拈甲 想一下,我們想出了這些點 1. 上天海盜 2. 升旗旋轉 3. 休止書籍 4. 開影片教導 1. 早知是誰,痛快書 最後我們覺得不錯 1. 升旗旋轉 2. 是座海盜 3. 休止書籍 3. 上天海盜 4. 至少年 5. 下山 statistics 4. 上天海盜 4. 上天 5. 下山 4. 中 4. 上天 5. 下山 5. 下山 5. 下山 5. 上天 9. 下山 這次的DFC給我滿滿的成就感 也讓我變得更有自信了 雖然在執行計畫的途中 跟組員們有一些小小的爭執 但是都很快就是快結了 我覺得其他學校的女生鬼 應該也會有類似的情形 所以希望在我們分享這些式的故事 也會有更多人想加入一起為補書館服務 補書館的書都會哪裡行動 只會在我們理想中的生活 書哥真的是有聽到耳朵 非常有聽到耳朵 讓我有收拾耳朵時間 讓你學到團隊合作 讓自己越來越有自信 這次的DFC也越來越重 不過這次的計畫並不是一直都很久 但我總會想出其他的點 會不會好嗎 這次的活動不讓我有成就感 感覺數字變乾淨整潔了 該途中發生現真實 但是還是很快的化解開來了 也讓我學習到遇到困難 是誰想其他辦法解決了 希望DFC專題團隊可以繼續演習下去 讓我們 讓大家可能請回到付出時間快樂的事 幫助別人的點數到處 這次第二次 讓我學到的 如何主張學習 解決問題相選 團隊合作和 負責任 我們也讓很多人 了解图書館 阿姨的心 也讓很多人知道 破壞書記是不對 愛護書記憶 我覺得 改的書已經整齊了 書已經改變錯敗了 學到我團隊合作 學到要負責任 學到想辦法解決 讓我們一起愛我們的書 Yes! We can!